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繼續回到要塞塞英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這節是問答的時間 歡迎大家提問股票問題 電郵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依然是 ask at bschannel.com 新編嘉賓就是市務總監郭師志郭Sir 郭Sir 你好 這節是時候跟你跟進一下個別板塊的表現 大使依然是比較窄幅的 可以向上 但依然是比較窄幅的上落 現時恆指在20598點 升88點 國企指數升35點 最新報8674點 大致成交有272億多 郭Sir 這節跟你跟進一下內銀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最近少跟你談談這個板塊 最近資金沒有太多留意 就是這個板塊 但看到這個板塊最近都能夠靠穩 看看相關的新聞 見到健康方面 被淡馬石方面減少5.5億的H股 見到股價暫時都能夠站穩 今天星期一先做5.17元 郭Sir 最近對於這個板塊的資金 留意比較少些 但這個板塊始終面對的挑戰比較多 但換言之內地方面 如果有些維穩方面的盤 這些股份又會被追捧的股份 接下來應該怎樣看這個板塊 現在流入還是資金去到部署 還是好不好 首先大家要看看內地的經濟 現在的勢頭處於什麼形態之中 早前權威人士說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都會L型 L型 意味著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會進入一個整固穩定增長的形態之中 即是說不會有大型的政策出來 好 這是次其一 經濟暫時來說 動力是保持6.5%的增長 大家不要奢望有大型的政策出來 將經濟刺激上去 事實上來說 另一個政策也要解決一些 庫存過多的問題 尤其是個別殭屍的企業 即是說 產能一直都有在 但盈利能力是欠奉的 這些企業有不少是大型的國企 他們的資金來源在哪裡 不是國有銀行 中工建農借給他 商業銀行第一是沒有條件借給他 第二老實說也沒有這個義務 因為反為中工建農的國有銀行 是會有一個社會的責任 當然是政策一定要這樣做 但問題是 同時期也是貸款的銀行 銀行是做全貸的生意 吸收了全款之後 將資金貸出去 給貸款需要的人士 從中賺取利息收入 兩厘或三厘 你借出去收五厘或六厘或七厘 你中間賺了一個 spread 如果以千億計或萬億計 那幾厘利息就很厲害了 不過現在問題是 營商環境變差了 如果七年八年前或更早 國有企業 每天都賺了很多錢 因為當時需求大得很厲害 尤其是溫總在08年之後 推出四萬億的刺激經濟 包括當時房建 包括一些基建 例如高鐵相關的項目 不斷地推出來 在那一刻水泥降隧的需求 是大到難以形容的 但已經過了 當時一路拼購的一些企業 其實貸款當然由銀行來 但基於業務仍然處於增長之中 他們的還款能力仍然相對比較強 銀行也不介意借多些給他們 但到現在這一分鐘 出了少許問題 包括一些大型國企 例如煤炭、鋼材 以至是一些水泥的廠 由於經濟不前 產能不斷不斷在 沒有少到 但原材料卖不出 或者價錢又低了 就沒有現金流入 欠銀行的錢只會越來越多 去到最後可能連利息都還不到 如果這樣的話 內銀有不少的貸款 是需要作一個撥備的 以撥備1.5%來說 其實都相對比較穩陣 但問題是 是否需要去到最後 為了相關的撥備 真的要落實之後 而對全年的盈利有影響 這點要留意 我自己覺得 基於營商環境是差了 資金的流動是緊了 所以銀行在撥備方面 是需要作秋星之餘 賺錢方面 也今年有少少放慢 例如利息收入減少了 再說股市的下跌 也有負財負效應 即是其他金融產品各方面 或金融服務的收入又少了 此消就給了賬 賺的錢就少了 但撥備可能會加大 即是每年的盈利 會相對慢慢逐步減少 事實上有很多國有銀行 上年到業績公佈的時間 發覺到增長連1%都沒有 今年上半年肯定是負增長 這個不用說了 即是在基本上不太配合之下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憧憬 如果說去年派息那麼好 也要留意 今年的派息比率可能會收勢 所以對內銀的看法 我就比較保守 未必會大跌 但不會有一個增長的動力 暫時來說 我覺得略為等一等 保守一點看法比較好 派息就是下一個問題 想問問郭Sir 其實向來來說 都比較派息吸引的內銀股 好像是建行和公行 將會在今天星期三 和下星期三隨息 股息方面 其實兩者都是達到六里以上 這時候去到 留入這些股份 做過短線一點 收到角色 你又建不建議 股價其實來講 已經是升了不少 好像建行四個三回 一到近幾個高位 五個二豪四 已經是成二十幾個百分 至於公行 以一個技術上的一個幅度來講 反彈幅度其實不算少了 如果你說來到現在 你想是財息兼收 即是我買了股份 隨正的時間 那就不用說 隨正的股息就是你的了 股價能夠再上升 就賺了價錢 只要財息 兩者都收 但問題就是市況現在是不前 公行建行都是恆指成份股 如果加上中行 在成份裏面佔的比重 有15.7% 三個加起來絕對不少 你看看市場 現在還升六十幾點 但問題就是成交少 如果你去到隨正那天 市場是輕輕的好 問一問大家 升甚麼股票 可能還是升騰訊和港交所 關你中工件甚麼事 最多就是一個卡 兩個格子 即是屬於有波幅沒有升幅 反過來 在隨正之後 市場遇到有少少反覆 例如這樣 隨正了2.5元的股息 但股價以後不是跌2.5元 可能跌2.7元 2.8元 因為大市不穩 所以基本面比較保守 在技術走勢方面 我都沒有甚麼把握 如果已經持有高價 就沒辦法 繼續有得持有 你還可以做甚麼 但如果現在這一分鐘 我抱著一個短炒的心態 希望隨正的時間 我收了股息 再賺價 那你就要看一件事 看甚麼 成交金額 如果市成交金額 七百億八百億的 不用說 博了 沒甚麼所謂 做了風險管理 怕甚麼 況且輸都不會輸得多 但現在成交金額 只有四百億五百億的那些 就算市場有少少上衝的力 可能都集中在 廣交所 騰訊 這兩隻股份身上 其他那些 仍然有波幅 甚至乎沒有波幅 所以我不覺得 有太大的誘因去做這個動作 清晰 和大家順便跟進 整個內銀板塊最新表現 見到建行現時升了兩仙 報五個一毫八 工商銀行四個二毫四 升四仙 中國銀行三元零兩仙 升兩仙 農業銀行兩個九 升三仙 九通銀行五元零三仙 升一仙 早上銀行十六個十六元零八 見到跌四仙 剛跳了 最新報在十六個一毫二 至於中信銀行報四個六毫二 升八仙 民生銀行七個三毫七跌一仙 重銀行三個九毫四 升兩仙 光彈銀行三個三毫六 升三仙 和你做回申報 國Sir 內銀股方面自己有沒有自由 是持有少少少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是五間總結 繼續有國Sir在 當然就和大家跟進 中港股市方面的最新情況 想聽大市的分析 就不要走開 好了我們一圈頭見 有下注 好 有下注 地